大家好,欢迎收听升旗一普通话频道,今天是2023年12月29日,星期五。 12月18日,甘肃省发生了6.2级地震,这次地震还影响到了临近的青海,以及陕西的西安也感受到了震动。 而且当地的气温很冷,低到了零下十多度。 这个世界上有不少的善心人。据说加拿大的著名羽绒品牌加拿大俄给当地的灾民捐了两千件名牌羽绒。 这个品牌非常贵,一件羽绒买最少八千块。 所以,这家公司真的是非常有善心。 其实在西方世界有很多这些机构,在西方居住过的都知道,以前你没有办法想象得到。 他们真的能做到那么的大碍?有很多这样的组织,也有很多人捐赠物品。 在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可以看到有有一个盒子放在那里。 大小可能有不同,但是每一家超市都会有。 这些盒子是用来专门让人捐献食物给有需要的人。 就这样放在那里,有需要的人可以去自己拿。 没有任何问题,有很多当地人一买就是一车的食物。 他们可能会放一两件进去,通常是会放一些保质期比较长的东西。 当然也有人会放苹果,因为有很多人的家里都有苹果树。 苹果一收成就有很多,就所以拿去捐给别人,或者是送给别人。 这也是一个好方法。 而且,有很多民居的门口都有纸皮箱。 里面放了苹果,专门免费给别人拿。 有的人路过,就拿了一个来吃。 随便拿。 要有这种习惯的社会,首先是当地的人要有自律性。 如果那个社会普遍不自律,就不会有这些情景。 所以可以证明这么这里的人非常自律。 反而在美国,就不是那么自律。 美国有很多教会或者是政府派发救济粮。 礼品包给穷人。 但是有很多中国人到那里排队。 拿到手之后就当街拿来卖。 很遗憾美国有这样的情景。 但是在英国,就暂时还没看到。 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很善良的社会。 加拿大也是一样。 跟英国差不多。 在美国是纽约的唐人街,特别恶劣。 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假移民。 假难民。 所以,有很多这样的现象。 现在这件事在网上炒得很热。 加拿大俄这个企业捐出了两千件羽绒。 因为灾区当地很冷。 零下十几度。 又受灾。 结果红十四会作为对接单位。 他们就把货接了。 然后拿回了自己家。 之后拿到淘宝上去卖。 结果被人骂得臭头。 因为在淘宝卖的那个人说只有几百件而已。 数量不多。 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又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加拿大俄。 而且,他们居然敢放到二手平台上卖。 倒卖物资。 真的很无耻。 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读中国历史。 里面历朝历代最恶劣的东西,在这里全都出现了。 什么囤积居旗。 物资倒卖等等。 在清朝的时候有一道禁令。 说到一个地方有灾情的时候。 政府就要开仓阵计。 要派州。 而在州的时候有一个标准。 就是把筷子插到州里面之后不能掉下来。 如果掉下来了。 那个官员就要被砍头。 意思就是你不可以给灾民派发州水。 一定要要让灾民吃饱。 所以标准就是把筷子插下去。 筷子不能掉下来。 意思就是要密度高。 不可以派州水。 如果是州水的话。 那个官员要被砍头。 这就证明了各地无官不贪。 不是证明清廉。 是证明那些当官的贪得连州水也都要贪。 赞人可能会说。 不可能。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能这样做。 这一定是抹黑。 肯定是由美国间谍在淘宝开账号。 用中文来卖东西。 跟大家讲一个典故。 当年解放军说他们红军不取人民的一针一线。 其实他们没说错。 针线是不拿。 但是除了针线之外,什么都拿。 他们真的不会取一针一线。 因为针线卖不了钱。 除了针线之外,所有的鸡鸭额,猪牛羊全部都拿了。 有很多蓝丝和五毛真的会像刚才那样说。 不可能。 这是抹黑。 但是在网上有另一项证据,有中国大陆的高官被拍到身上穿了加拿大额,他就是张国清。 是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也是国务院副总理,他率领国务院的工作组到现场去参与赈灾工作,但是身上却穿了一件加拿大额,结果被人标注了出来。 这件加拿大额是他自己买的,还是怎么样? 如果是你自己买的你,就是汉奸,也有钱买加拿大额,也不去帮忙赈灾,而且还要买加拿大货。 加拿大可是西方敌对势力,怎么能够自己去买? 有一只中国的股票叫波斯登,波斯登是中国的羽绒大王。 为什么你不买波斯登? 还有就是为什么波斯登不捐? 为什么要加拿大额捐? 而波斯登不捐? 所以,波斯登的老板要被问责,连加拿大这种境外亡我之心不死的势力也捐了两千件。 那波斯登是不是应该要捐两万件? 所以,熟悉中国大陆官场的朋友都知道, 能贪的又怎么会不贪? 居然会这样巧。 视察甘肃的那个官员身上居然会穿着一件加拿大额。 肯定是红十四会给那些高官美人发一件。 用来孝敬他们。 给他们送名贵礼物。 而且还要借花敬佛。 康他人之楷。 这一招真的绝了。 但是,看不到其他官员有。 只有张国卿一个人有。 可能是收了礼物不自知。 人家给他一件衣服,他就穿上。 而且,收礼物在中国只是小事。 欢迎,听众们。 今天,我们将深入了解在线安全的世界,聚焦一款备数矩目的VPN Surfshark。 在众多VPN中, Surfshark以其超值功能和良好口碑脱颖而出。 但真正的问题是,它究竟能提供多少保护呢? 现在,让我们谈谈功能。 Surfshark迎合VPN新手和老手。 具有益于导航的界面,它涵盖了所有基础功能,同时保持高速连接。 突出的功能是什么? Surfshark允许您在一个账户下连接无限数量的设备。 不需要多个订阅,这是一个适合家庭的VPN解决方案。 安全至关重要。 Surfshark采用256位加密,几乎无法破解。 而且最重要的是,严格的无日之政策确保您的数据始终属于您自己。 关于速度是否有疑问? 即使在远程服务器上, Surfshark仍然保持稳定的连接,仅有5%的速度下降。 它是您快速下载,无缝游戏和无缓冲流媒体的保证。 准备好安全的冲浪了吗? 在视频描述中查看,特别折扣连接。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这帮中国人已经到了贪得无厌的地步。 就像这一次韩红帮灾民筹款,收了七千万的捐款。 而红十字会根本收不到。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相信红十字会。 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贼。 是做生意的。 是自己出来赚钱的。 所以搞红十字会很尴尬。 而中国官方觉得这样下去不行。 我们的裁员被你截胡了。 所以立即点名批评韩红。 要他立该滚蛋。 滚出甘肃,而且还要他把收到的七千万交出来。 你不准吃人血馒头。 只有我能吃。 其实他们老早已经在吃了。 所以他们是总是在针对香港。 说香港人吃人血馒头。 因为他们一直在吃。 很清楚人血的味道。 还记得当年温家宝说的那句话。 多难兴邦。 就是灾难越多,官员就越多捞好处的机会。 当年汶川地震,当时北川的一个小县城领导跑出来说,光是重建北川也要一千亿。 所以真的是贪心的,无药可救一千亿是现在香港人在英国买楼的价值。 以北川县不过是一块弹丸之地。 给你一亿都嫌多。 你怀一千亿。 疯了是不是,所以真的是贪得太过分了。 还有就是当年汶川地震,香港捐了过百亿,光是香港政府就已经拨款了一百亿。 但是在他们的感谢名单却没有香港的份。 有感谢阿联酋。 阿联酋捐了几亿就感谢别人。 所以香港是冤大头中的冤大头。 所以加拿大俄这件事吵得很热。 丢脸丢到了全球每个角落。 侵吞别人的东西。 把救灾物资拿来倒卖。 而且还要是放在网上。 而且还拿来孝敬领导人。 孝敬完之后,剩下的就拿去卖。 就像去年的上海封城。 全国各地都有给上海捐菜。 但是那些人就把人家捐出来的菜卖给上海人。 你买不买? 你不买就没得吃。 你自己买便宜的,不准进小区,还把你的菜打烂。 你一定要买它的高价菜。 这就是中国人做生意的那种无良。 这是发死人才。 他们赚钱的道德底线很低。 根本没有底线。 是深入地府十八层的底线。 所以人们看到这样的情况。 哪里还有人会捐钱给你? 谁捐谁有病? 捐钱给你买加拿大俄吗? 还有就是你不是买的。 而是偷的。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也说要对付索马里海盗。 还说已经做过十几次护航任务。 但是其实是在帮海盗护航。 等海盗打劫完之后,护送他们回索马里。 这一节暂时先讲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开启通知小铃铛,以获得我们频道最新的动向和内容。 我们成立邀请经济许可的朋友订阅,太吹了。 大家也可以用免费模式支持我们。 帮我们欣赏广告。 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 与我们互动。 帮我们的节目分享给您的亲戚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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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